宋祖德是圈内出了名的大嘴,经常爆料明星的黑料和本事吉福,虽然有时候他的爆料准确性较高,但有时候也是消扯,所以对于宋祖德的爆料可信度真的是一般一般吧。 而就在昨晚六点多的时候,宋祖德在微博里写了一篇文章,周星驰的儿子竟然骑自行车上学,虽然是在赞扬周星驰教育儿子的方式,但是则是在呼吁取缔贵族学校,其中写到王世玲一年的学费17到22万,但是李小璐的女儿,甜心,才是最好的一年大几十万,不过其中的一点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, 那就是所谓的周星驰儿子,到底存不存在呢? 其实早在去年的时候,宋祖德就已经爆料了周星驰有一个私生子,07年出生,而孩子的母亲是族剧店以及美容配训机构的老板娘,湖南妹子,皮肤雪白,比黄胜衣和章鱼体都要漂亮,并且生完孩子后身材依旧女人,在当时已经爆料,在网上就引起了不小的讨论。 不论是去年还是今年的爆料,文章中的下半文中都提到了一个算命的刘大师,并且也都是相同的文案,来为刘大师的风水学打广告。 这一点就让周星驰有私生子仪式的可信度大大折扣,很有可能送大嘴只是加上周星驰私生子来搞一个噱头。 周星驰和朱银两人的爱情故事至今都让很多人难以忘怀,但是现在的朱银已经嫁人生子,而周星驰依旧孤身一人,所以朱银是不可能给周星驰生下私生子的。 那,我们最有可能为周星驰生下孩子的会是谁呢? 不是罗慧娟,也不是张敏,很有可能是于文凤。 周星驰与于文凤的恋情,当年众人皆知,相恋十年最终无己而终。 而在07年的时候,港媒就报道过当时两人过马路的时候,周星驰依反常态地护着于文凤,而本身就销售得他身体发福不少,校父更是微微隆起。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在2013年,有网友偶遇了一只加拿大的于文凤,带孩子在电力店吃东西,而这个孩子的名字却叫周世杰。 这不禁让人想到周星驰是孩子的亲生父亲,不论是宋祖德的爆料,还是之前网友偶遇于文凤。 关于私生子的问题,周星驰从来没有回应过,而已经56岁的新爷,虽已满头白霸,但感情状态依旧是单身。 如果真的已经有私生子,对于本司们来说只会有祝福,并不会生讨他。